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除了海上台风警报 但是大家还是没有必要千万不要到海边活动 而至于风的部分 从今天清晨到早上七点最短时间的观测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中部以北 东半部恒春半岛 还有金门马祖澎湖这些地方 都有八级以上的强阵风 甚至局部地区都有出现十级左右的强阵风 所以大家在刚刚上班的时候 可以感受到风都还是一阵一阵来得比较强 这也是我们过去在提到 台风虽然我们目前过去只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但是在整个大的季风低压的环境之内 还有包含像整个地形的效应 风都还是来得特别的强 这次要提醒今天的风都还是比较强劲 风的强度 它的预报上面看起来是会慢慢的在减缓 但是今天可能针对比较偏北部地区 东北部地区 台东恒春半岛地区 跟金门马祖地区 这些地方可能都还是有九到十级的强阵风 大家还是要特别小心 我们就透过这个浪高跟风场的预报来给大家介绍 昨天这个位置 台风还在旅宋岛的东北边 越到今天已经来到旅宋岛的西北侧 台风是要逐渐远离 从这两张图我们也可以看到颜色的部分 在台湾的附近 像昨天台风在接近的过程当中 像这种桃红色 浅粉红色的区块是包围着台湾 所以强风的地区在各地都可以感受明显 这个线条的部分代表台湾附近 其实昨天来说都有三米上的浪高 其实甚至在东半部都五到六米上的浪高出现 所以台风逐渐向西的移动 因此今天可以看到 粉红色的区块比昨天来的小一点点 主要就是刚刚提到包含像北部地区 东北部地区 台东恒春半岛还有绿岛南域 尤其还有金门 马祖 今天的风都还是来得特别强 可能都还是有九到十节强阵风出现 至于浪的部分我们也看到 浪即是在今天台湾的周遭 浪都还来得特别高 这是我们刚刚提醒 风浪今天都还是特别明显 大家还是要特别留心 而至于在雨量观测的部分 从11号累积到现在 整体来说的各地的县市最大值 我们可以看到出现在宜兰 最丰富的到721毫米 第二名在台中的南湖圈谷 台中虽然说有中央山脉 但是南湖圈谷这个站 更好就是中央山脉零线的部分 它是非常接近伊朗花莲交界这个地方 所以它也出现比较大的雨量 另外就是在屏东跟花莲台东等地区 其实下雨的情况也都还是非常的明显 由于过去整体的降雨来说 都在东半部地区 还有北部有些山区的地方 这些地方下雨明显 那它的山上的含水量 图是含水量来说相对是比较高一点点的 所以未来大家如果要前往山区 请务必一定要注意安全 而在今天来说 请大家也说千万先不要前往 那我们再回到雷达回覆图上面 为大家介绍一下 以目前来说 雷达回覆图代表现在 目前在这些降雨的情形 会看到有一些对流 还是顺着东南风的风场 直接进来我们的东半部地区 所以现在下雨情况 还是比较明显的地方 包含像南宜兰跟花莲 跟台东屏东交界这个地方 昨天其实在中部地区 有中央山面的屏障 下雨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缓和的 但是因为昨天深夜到清晨 台风在通过的过程当中 比较明显的环流都还是过了中央山脉 所以在今天西半部地区 都还是有一些局部的降雨 整体来说 今天的降雨各地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 尤其我们刚好提到 在整个东半部地区下雨的情况 在今天的白天都还是比较明显的 我们透过定量降水的包吐告诉大家 从定量降水的包吐代表 今天白天到晚上八点这段时间 整个东半部地区的降雨情况 尤其南宜兰到台东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有发布豪雨特报 尤其针对的是宜兰山区 台东山区 花莲地区这些地方 未来可能都还是有大豪雨发生的机会 其他地区可能都还是有局部大雨或豪雨 西半部降雨比较局部比较零星 而到了晚上之后 看起来整个降雨会慢慢地缓和下来 可能都还是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情形 整体来说 虽然说远规台风是逐渐远离 机场局在八点半的时候 已经解除了海上台风警报 但是要提醒 因为在东半部地区 还是有大豪雨发生的机会 因此机场局在等下十点半的时候 会开启大规模好语作业的记者会 以上是今天上午的最新气象资讯